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不吃洋葱 只是配菜吃不吃有我所谓 你知道洋葱的故事吗 在很多人眼中洋葱只是一道配菜 牛肉炒洋葱 木耳拌洋葱 薯条旁会放洋葱 牛排里会加洋葱 就连一项担当配菜角色的 胡萝卜和鸡蛋 一旦碰上洋葱 立刻变成为主角 似乎 洋葱就真的只是配菜的宿命 然而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缺少了这辛辣的味道 缺少了这一抹妖艳的紫和耀眼的白 那么一切食材都会按人失死 使这无味 洋葱的命运和人生如此相似 在不被别人看好的情况下 只要你不放弃希望 终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 切洋葱的时候 我们走了不自觉地流泪 那正是因为 我们被洋葱所触动 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如果你愿意 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 你会发现 你会 行 不用说了 我吃